为了体恤环保局前线作业人员的辛劳 也为了工作上的安全 高雄市议员林宇凯曾在9月份议会咨询时 向市府提议争取防晒袖套 而在11月初林宇凯就发现 垃圾车作业人员已经穿戴上了防晒袖套 开心的拍照并发布在脸书 分享给市民大众 其实我当初想的是帮他们争取钢头鞋 然后去防晒的袖套 两杆袖套 然后还有他们的家后手套 其实家后手套跟钢头鞋很重要 因为他们在做资源回收的时候 常常会有碎玻璃 然后我看到清洁堆员就是整个被割伤手也风筝 那这个其实对他们有很大安全性的问题 那两杆袖套是因为他们在作业期间 多少都会沾到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他们都会习惯戴袖套 但那个袖套如果是棉质的袖套 如果长时间戴其实会有一些过敏红肿的状况 那其实这个都是对清洁队员一个最基本的工作需求 那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清洁队人手也不是那么的充足 那至少在装备上面能够让他们补齐 能够在座位上面有更舒适的一个工作的空间跟环境 那其实他们应该的 那今年也发了这些感透性比较凉爽一点的袖套 那也主要是保护我们的队员 平常在执行勤务的时候 也可以防止一些异物的刮伤 一些垃圾的喷溅 那白天也有防晒的一个功能 那夜间在执勤的时候 现在天气比较寒冷 也有一些防寒的一个作用 在清晨劳工的工作权益上 往往没人注意的小细节 林渝凯不仅注意到了 甚至换位思考 若是身为前线工作人员 遇到什么状况需要提前避险 林渝凯表示 这是双向治标方式 根本知道应该在于 延长定点定时的收取方式 降低民众追垃圾车 及工作人员掉落的风险 其实因为我们常常在追垃圾车 追垃圾车就会看到一些 清洁队员作业的实际遇到的困难 那如果在还没有补足人力的前提下 至少在装备上面要给他们补齐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最终能够推出 那个定点的这个清运 就是说市民朋友也不用去追垃圾车 那你就在20分钟15分钟那期间 一个固定点 大家时间到了把垃圾拿去那边丢 那其实对市民来讲 他不用去冒着追垃圾车的风险 那对清洁队员来讲 他也不用挂在车后面 他就是停车下来 让市民丢完垃圾 他再开完开车 那其实这个在人口密集区 都可以开始来做 高雄市环保局提到 在10月底前 包含工作服饰及两岸修套 已发出有3800套配置给工作人员 后续也会依照需求追加发送 好减轻前线作业同仁的接触伤害 记者李嘉隆 从高雄采访报导